23号 刚才看到VS2里面 就是男嘉宾说 他有在做那个 是深夜电台做那个主播吗 是这样的 我首先先说一下 为什么我做这个节目 因为我不想让大家就认为 书童是不是就会弹钢琴 一天就是弹琴 然后我就觉得晚上的时候 可以带大家唱唱歌对吧 然后分享一些 我生活当中的趣事 帮大家排除一些 心灵上的困难对吧 真不错 问题是你生活中 有那么多趣事 要跟大家分享吗 劳多的 我记得善严谨好像也是情感专家 对 从来没谈过恋爱的情感专家 经常帮人解决一些情感方面的捕获 是 你耽误过多少人啊你这样 最可怕的是就还一个敢说 一个还敢听 听到还敢按你说的去做 对 是这样的 好像每个城市都有这么一个 午夜电台 我们小时候就听啊 一到十一点半以后就开始说那个男主持人操着一个特别性感的声音 你尝试着把那个特别那种声音夸张的给我们听一听 对一般情况下就是稍微低沉点 大家好 欢迎来到书童的深夜电台 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李书童 如果有什么心里有烦恼的话可以尽管跟我说 我愿意在这儿昔耳恭听 大家会不会有一些情感的涉及到很沉重的隐私的就很痛苦的事 反而不愿意跟什么闺蜜分享而愿意去找一个像这种事业主播去分享 有没有这种 张震 我跟我男朋友谈挺长时间了 然后双方父母都不同意对方 但我们俩都彼此想继续在一起 你觉得还可以在一起吗 会以怎么样的形式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深夜打了这个电话的话我就说其实你大可不必担心 真正的爱情呢我们应该两个人携手共进 然后好好地跟父母说一下 其实我相信爱情这个东西完全能打动父母 你只需要追求你的爱情就可以了 父母早晚一天会统一的 他们只是希望你开心快乐 这样挺好的 真不错